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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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我声声 愿我声声 不忘记 不拾取菩提心 以及慈悲心 这样子发源 原理 虽然我们 大家都是凡夫 我们的发源的力量 虽然没有像佛 菩萨那么大的力量 但是呢 我们如果用善心 用好心 发源的话 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力量 尤其是比如说 如果我们有痴节 我们比如说 有这个居士无节 或者是有这个菩萨节 密称节 有这样子的节律 而且这个节律比较情经的话 那节律情经的人 发什么样的源 都会实现的 都会实现 所以我们要发源 这个也是很重要 即使是不发源 不发源的话 虽然我们不发源的话 如果有了这个菩提心的话 下意识 因为菩提心 它本身就有 它自己的这个力量 一定会让我们 下意识 投身到有大乘佛法的地方 然后我们一定会遇到大乘的这个 善知识 这个怀恩经的这个菩萨心圆品 里面呢 也有这样子的这个圆 也有这样子的圆 所以我们下意识 一定会遇到大乘佛法 遇到大乘的这个善知识 然后我们一定会积蓄 发菩提心 秀达成佛法 会这样子 一定会的 所以这一生 我们的这一次 这个 这就是一个非常管监的 管监的时刻 我们从无事以来 这六专在轮回当中 到今天 那我们过去 也许有了很多很多的机会了 但是呢 机会是有 但是呢 我们每一次 这些机会都 这些都机会都 没有好好的这个珍惜 没有好好珍惜以后呢 我们也没有成就 也没有成佛 但是呢 我们今天 有这样子的机会 也是离不开 我们过去的 心闪 吉德 这样子 然后呢 以后未来的路 就是会更长的 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 如果没有做任何的准备 这样子的话呢 下一次 我们没有任何的把握 没有把握 这个轮回 确实是很可怕的 我们 世俗人 确实是 我们从这个世俗的角度来讲 我们的学历有可能是很高很高 我们张握的知识 有可能很多 很丰富 但是从佛法 或者是从比较神奥的角度来讲 我们的人生观 我们的世界观 确实是熟母春光 非常非常的狭窄 我们知道的特别特别的少 我们了解到的也就是非常非常的少 然后我们就以我们现在 我们目前自己所张握的这个指示 来衡量这个世界 下定义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 我们不明白 所以就失去了很多很多的机会 其实我们是有机会的 可以珍惜的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以后呢 然后我们不懂得去珍惜呀 不去努力呀 这样子 所以这一次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轮回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所以平时佛经里面就讲人生难得 为什么难得呢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选择 因为有这么好的机会 所以人生难得 所以这一次这一这一生当中呢 我们必须要就就想办法 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要带一点东西回去 我们大家都是世俗的人 我们有些时候呢 比如说自己或者是家人遇到问题 比如说我们工作上也很多很多时候都是不顺利的 然后呢家庭婚姻甘情各个方面都有很多很多不顺利的时候 那么这些不顺利的事情呢 都会造成我们的这个心情很不愉快 这样子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找不到什么好的方法解决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到寺庙里面去烧香拜佛呀 求佛啊 有啊 这个并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的 当然我们适当的去这些都可以的 那我们每次都在将烧香拜佛呀 然后参加很多很多的发会呀 我们平时都呃 鼓励大家不要这样子 意思就是说 我们应该有其他的追求和其他的方法 不能我们的方法只有这一点啊 只不能我们整个的学佛的啊 这个方法呀 只有这一点啊 那这样子是不对的 并不是说我们根本就不能去求佛 我们根本就不能去参加这些活动 并不是这样子 大家要分开 不能无解啊 这些游戏上我们可以的啊 但是呢 我们更重要的啊 更重要的 确实是不是这些了 更重要的我们还是要需要一点点 内在的东西啊 我们现在很多的学佛的人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的伤识 给我们啊 说了两句啊 我喜欢听的话啊 给我安慰一下啊 或者是我不开心的时候呢 啊 然后呢 稍微让我开心一点啊 给我解决一些这些世俗上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 尤其是尤其是那生活当中的我们的赏识 也不一定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但主要是在精神上啊 稍微让我们开心一点 安慰一下 这样子的话 我们大家都觉得啊 大家都觉得很好 特别特别的这个喜欢很高兴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啊 这个也可以可以有的啊 有些时候也是需要的 但是我们追求的呢 也不是这么一点点的安慰 我们不是追求这个安慰啊 这个安慰虽然是我临时稍微开心一点点 但是问题还是存在啊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嗯 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啊 要发挥自己的力量 我必须要 我们必须要自立自强啊 我们社会上也讲自立自强 我们佛教讲自立自强 我们必须要自强啊 光是靠别人不行的 光是靠别人的安慰啊 不解决任何的问题 嗯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自强啊 要自强 嗯 然后自强 我们必须要有自行 我们必须要自行 如果没有自行啊 大家就觉得我 我可能不行的 我做不到啊 我怎么可能成佛呢 我怎么可能能够读终生呢 怎么可能呢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就是在佛教里面就叫做难夺啊 难夺啊 这是没有自信啊 就是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讲 就是自卑啊 自卑以后呢 然后什么事情都不干做啊 然后就一个特别的消极啊 特别的消极在生活上 还有就是这个工作啊 包括这个学佛啊 都很小极 就觉得什么都不行 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 这样子缺失之后 什么也没有做到啊 是这样子 所以呢 大乘佛教 他必须要有直理直强 大乘佛教 必须要积极向上啊 不能懒夺啊 必须要啊 这个大乘佛教啊 不能自卑 大乘佛教一定要去认为 我可以的 我一定能行的啊 大乘佛教必须要这样子 否则的话是没办法学的啊 所以我们首先要发菩提心 大家要发菩提心 大家觉得怎么可能呢 度一切终身 我度我家人的不可能的 这度不了的 我怎么可能去住天下中 这不就是自己欺人吗 自己在骗自己吗 是啊 从我们今天的这个 这个这个角度来讲 确实是我们家里这么两三个人 四五个人都堵不了 这更何况那么多终生 但是如果我啊 有这个信啊 就是往这个方面走 积极向上 这样子的话 那我不可能永远都是这么无理啊 我有能力的啊 一定会有能力的 总有一天啊 我们一定会做到的啊 我们说话也将有多大的行能做多大的事啊 这句话说的没有错 大乘佛教就是这样子 首先让我们下很大的决心啊 大乘佛教啊 他说一个人要成佛啊 需要多长时间呢 最快最快最快 也需要三个无数的大节啊 无数是什么意思呢 无数其实他不是没有数量 有啊 一个啊 他无数是六十为数啊 一后面要加五十九个零啊 五十九个零 然后就在一个一啊 一个就是六十为数啊 六十为数叫做 有佛教里面就叫做叫做无数 一个无数 实际上无数是不是没有数量 无数 他本来就是一个数量的一个单位 但是因为他的数量很多 所以呢 有无数这个字 有这个次 实际上他不是不是不可以数啊 可以数的啊 这样子的无数啊 什么无数呢 无数个大节 一个大节 有八十个小节 然后每一个小节 都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啊 那这样子的话 这简直是一个填文书字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想到我什么时候成佛 后年马云啊 根本就没办法知道啊 那其实是不需要的啊 其实不需要的 嗯 藏川佛教啊 比如说龙青拔啊 尊者等等藏川佛教的很多很多的上师 尤其是密法里面就讲 实际上我们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啊 学迷不仅仅是学迷不需要 学显宗实际上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啊 这个藏川佛教怎么结实啊 然后呢 大摩诸实啊 禅宗的大摩诸实 他的轮里面呢 我们也看到 他也说不需要这么 他们的结实的方法完全是一样 所以他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那既然是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呢 那为什么佛说我们称佛需要那么长时间呢 那就是考验我们的决心啊 考验我们的决心 你真的能够啊 你真的需要这么需要花这么长时间 你也愿意花真的愿意吗啊 他就是要考验我们的这个决心啊 看我们的决心啊 是不是发自类心的 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子下决心啊 那为什么要考验呢 佛考验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只要有一刹那的这样子的想法 比如说我无数个大劫也好 多少也好 不管怎么样也好 我要花多长时间 我都愿意 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 只要有一颗这样子的心 立即当下就有积累了很多很多 不可思议的啊 不可思议的功德 不可思议的福报啊 不可思议的福报 所以呢 在菩提道路上啊 菩提道路上 以瞬间几秒钟 一分钟的这个 一些特殊的这样子的这个发源啊 或者是决心都可以圆满啊 都可以圆满成千上万年 是几百万年 几千万年的这个功德啊 一瞬间就可以圆满几百万年 几千万年的功德 所以一个人真正学佛 根本就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可以很快很快就可以成佛的 但是呢 为了啊 为了让我们 有一个坚定不已的决心 所以佛就是说啊 读法众生没有那么容易啊 然后要这个成佛的话 需要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 这是佛故意讲的啊 故意讲的 实际上不需要的 所以我们如果今天能够发这样子的行的话 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假人也没有办法读 我们的亲戚朋友 很多很多啊 很多我们学佛的时候 有些人来嘲笑我们呢 有些人说我们呢 啊 有些人劝我们不要这样 有些人说你这样子有什么活着 有什么意义呢 啊 等等等等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观 相发 不但是我们来读他们啊 他们来劝我们不要学佛 啊 反对我们不要学佛等等等等 嗯 但是啊 如果自己有这个勇气不放弃啊 一直往前走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很快啊 短短的时间当中可以圆满很多很多的功德 所以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啊 这么这个无能 所以我们的能力啊 很快很快就会增长的啊 那么增长的时候呢 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能够度天下的终生啊 但是实际上我们有没有一天 我们把天下所有的终生全部度完 这个世界上一个终生都不存在 全部都变成佛 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一天呢 实际上也不会有的 实际上不会有这么一天的啊 那没有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下决心 我要度一切终生 那是不是没有用呢 那当然不是没有用 只要我们下这样子的决心啊 下这样子的决心的话 我们增长很多很多的福保 有了这个福保 我们确实是可以度很多很多的人 但是呢 因为终生啊 它是无边无极的 无边无极的 也就是说 比如说从目前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个速度里面呢 广速啊 它是最快最快的 它的这个速度呢 一秒钟可以可以可以到达30万公里啊 30万公里啊 这个目前我们看到的最发现的这个所有速度里面呢 啊 最最快的 但是呢 现在我们啊 物质的速度就是最快 还有一个我们的意识 意识的波啊 传得比它还快 但是物质当中呢 它是最快的速度啊 如果有一个 这个它的速度完全可以达到一个光速的啊 这样子的一个宇宙飞船或者是某一个东西啊 一直都往东边走啊 一直往东边走 走了成千三万年 几百亿几千亿年啊 几千亿几百亿的这个光速啊 那东边的这个这个太空有尽头吗 会走完吗 永远都不会的啊 走不完的 没有尽头的啊 所以呢 佛就是说这个宇宙是物贬 物贬物极的 物贬物极 因为宇宙是物贬物极 所以众生也是物贬物极 所以我们没有一天啊 没有有一天我们全部的众生度啊 没有这样子的一天 其实是不会有的 但是呢 我们下了这样子决心啊 也就是刚才我们上帝啊 就很快就就积累了很大的这个 呃 福宝 然后就很快就会成佛 成了佛以后呢 实际上我们也也不是没有人成佛了 释迦牟尼佛也成佛了 阿弥陀佛也成佛了 要是佛也成佛了 都成佛了 但是呢 没有我们还是在轮回当中 没有全部读完啊 所以没有全部读 不可能全部读完 但是呢 确实可以读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啊 很多的众生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说准确的说能读多少就读多少啊 但是现在不能说能读多少就读多少 现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呢 一定要说我要全部读完啊 全部读完啊 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只要有机会啊 如果有这个机会我要把全部读完啊 一个人我都不拍在外面啊 要这样子下决心 这叫做菩提心啊 这叫做大挨 这叫做大赐大悲啊 菩提心就是这样子啊 这种菩提心在我们的心里 有一个造作的啊 呃 相识的 相识的就是 他还不是真正的菩提心 类似稍微有点点解禁的啊 这种行我们心里有 那也就是非常大的这个功德啊 一下子很多很多的功德都圆满啊 因为我们昨天还没有来得及 讲完这个菩提心的功德 这个菩提心功德里面有很多很多 非常有意思的啊 非常有意思的啊这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啊呃工德啊那希望大家去看 希望大家去阅读啊 华元晶 还有这个普贤协元品 这样子以后呢 他能够给我们很大的力量 很大的力量 我们有兴趣 我们生活工作 都是为了现实的这个生活 生存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做 但是呢 除了生存以后呢 还有一个目标 我们大家必须要把这个生存和生存的目标 是必须要分开的 比如说我们的工作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赚钱 赚钱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生活 为了生存 可以这么讲 然后呢 生存是为了什么呢 然后我们说生存就是为了生存 为了生存而生存 这样子的话 生存就是没有目标了 这种人就是理性极度的空虚 很多的时候啊 虽然有很大的物质财富 但是感觉不到心肤 感觉不到蛮夷 就是有些时候想自杀 有些时候又不想活 有些时候各种各样的相发 奇奇怪怪的相发 这就是因为精神极度空虚的表现 所以我们的生存 不能说生存就是为了生存 生存必须要有其他的目标 才是对的 才是对的 我们的工作呀 等等等等 全部都可以说 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生存 生存需要目标 如果生存没有目标 那我们跟东吴是一样的 生存必须要有目标 那生存的目标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因为是人 人可以有很多的生存的目标 但是呢 佛从佛的角度来讲 他认为我们的这个生存的目标 他觉得我们用一辈子的时间 去值得追求的东西 就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职会 超越的职会 超级的职会 这个职会呢 我们前几天讲的这些 这个正午空心呢 等等这方面的这些 升光的这些职会 有深度 有光度的这些职会 这个是我们值得 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追求 另外一个就是大碍 大碍 大次大悲 大次大悲 我们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追求 值得的 值得的 我们最后 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会觉得 我一辈子追求 追求了智慧 追求了这个 答碍 慈悲心 那我到了最后的时候呢 我没有任何的这个 后悔 我满足满意 我们一定会这样子 其他的我们追求了 命啊 温啊 力啊 走到最后的时候呢 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一定会 一定会后悔的 一定会恒自己的 一定会抱怨 自己抱怨人 抱怨社会 抱怨很多很多 但是都没有用的 啊 所以我们 要 法菩提心 啊 希望大家 法菩提心 这是我们的一个 呃 唯一的一个 呃 每次都要讲啊 每次都要讲 每次都要听 每次都要学 啊 菩提心 非常的重要 好 这是 呃 请大家 法菩提心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讲今天的 这个壳 啊 那今天的壳 呃 提摩就是 慈悲禅 啊 慈悲禅 呃 即使慈悲 又是禅啊 现在就是有好多好多稀奇古怪的禅啊 真的是 什么太多太多了 像什么就说什么 我们反正很多人觉得几乎我们的 呃 心里想出来的所有的这些名词 东词都跟禅连在一起 这个禅 那个禅 太多太多了啊 啊 但是 这个也不能排斥 也许是一个 呃 这个 呃 让大家 呃 也许是一个引导的 呃 方法 呃 我们不排斥 也许是一个引导的方法 也是很好的 我们在生活当中 呃 颠颠滴 呃 把他们变成一种修行的方法 把他们变成一种禅 当然好 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了 呃 但是呢 呃 佛教里面讲的这些禅呢 他还是会有一 他他会有一些表准 呃 他有标准 呃 有了有了这个表准以后呢 其实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变 变成禅 呃 呃 如果没有这个表准 打不到这个表准 我们说啊 太多太多不一样的这个禅 但是这些都只不过就是一个引导的方法 那可能这些名词可能是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呃 呃 比较出现的频率 比较高一点的这些词汇 呃 或者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词汇 跟蝉联在一起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引导的方法 呃 是没有什么不可疑的 但是实际上啊 禅还是由禅 他自己的这个表准 呃 那我们今天这样的 这个叫做慈悲禅 今天我们不是讲菩提心 呃 就是讲呃 慈悲心呃 慈悲心 然后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慈悲心呢 呃 呃 呃 也可以修 呃 或者是甚至他没有任何的信仰啊 呃 他完全是一个物身轮折呃 呃 这样子的话 那他如果想自己更有一点爱心的话 那训练啊 需要训练 我们的肉体可以训练 训练越训练越健康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但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精神也可以被训练的啊 更不知道训练了以后就变成什么样子啊 都不知道 这个我们平时都忽略了 但是实际上真正不能忽略的就是这个精神上的训练啊 精神上的训练 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不叫精神的训练 就叫做修心啊 就是修慈悲心啊 不叫慈悲心的训练啊 但是实际上就是一种训练啊 那我们物身轮折 比如说他本来也就有一点点慈悲心啊 那么如果他希望这个慈悲心啊 层次稍微再高一点啊 这样子的话 那方法是什么呢 方法就是训练啊 方法训练 那我们学佛的人也是啊 我们学佛的人 学佛的人 如果我们向我们的慈悲心要更啊 更光更神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要去烧像拜佛呢 不是啊 烧像拜佛不一定让我们生起这个慈悲心啊 那我们是不是要求佛呢 求佛当然有帮助啊 我们这个啊 祈祷释迦牟尼佛 七亲佛 菩萨 让我增长智慧 有没有帮助 肯定是有的啊 有的但是呢 也不是也不是全部是求佛和这个七亲佛 七亲佛可以的 求佛可以 祈祷佛菩萨 没有错的 有没有帮助 有帮助啊 但是呢 我们自己不学习 不修心啊 光是求佛 光是这个祈祷 还是不行的啊 还是不行 所以呢 我们昨天我们讲过了 比如说我们要中华啊 这个那么首先需要有这个话的中字 然后呢 稳度 湿度啊 他们也帮啊 他们也会会帮会帮啊 会帮助我们的 但是呢 你如果没有这个中字 那么稳度啊 湿度啊 空间啊 什么再这个条件 再具备再成熟 都没有办法的啊 同样的 我们自己要努力啊 自己要努力 自己要 仅仅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求佛啊 其亲佛 有没有帮助 很有帮助 但是我如果自己什么都不做了 啊 什么都不做 如果我把全部寄托给佛啊 佛让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实际上我们的七道文里面呢 有没有这样子 有啊 我们啊 一切都这个寄托给佛 菩萨 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根本的上师 啊 有没有 有 但是这个就是表达我们对佛的一个前称 啊 我们对上师 我们对善知识的一个前称而已 实际上 是不是我真的是 就像这些游戏 七道文里面讲的一样 我把全部 这个寄托给 佛呀 菩萨呀 上师呀 然后我什么都不需要做了 那实际上这样子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啊 实际上还是要自己努力 啊 所以我们要去训练 要去修心啊 这样子就才会 啊 也这个 呃 修心 我们的修心才会有 才会有增长啊 这样子 所以自己的努力是最最最最重要 那如果我们释迦牟尼佛 真的是 不像其他的我们时间的神啊 时间的神 如果他有这个能力 让我们全部的人啊 变成佛的话 他不会给我们提任何的要求啊 他不会给我们谈任何的条件 他一定会无条件的让我们成佛啊 所以如果释迦牟尼佛有这样子的这个能力的话 就在这个世界上 今天不会有任何一个啊 翻覆的人 今天我们大家都是佛或者是菩萨 绝对是这样子 因为佛大赐大悲啊 我们不需要去祈祷啊 会的 但是呢 啊 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是有这么多的啊 这个 受苦的终生啊 地狱还存在 饿归到海存在 动物还存在 我们人类还有这么多的这个 有饥饿 有文艺 有战争啊 等等 这还不是存在吗 啊 都存在的 所以我们如果相信某一个佛或者某一个神啊 让我们全部啊 这个最后让我们全部啊 要要要变成 让我们全部解脱啊 这个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神的话 那他为什么现在不让我们全部全部解脱呢 为什么他让我们继续在这里受苦呢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什么用呢 让我们这样子受苦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啊 所以佛教认为就没有这样子的神 没有这样子的神啊 还是要自己努力 所以我们首先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训练的方法啊 手提需要训练啊 精神更加的需要训练啊 今天我们讲一个这样子的训练的方式 这个我们这个学大乘佛教的人呢 把这个作为一个我们的菩提心的一个基础的啊 基础的训练的方式 也就是一个菩提心的一个基础的修心啊 然后啊 没有此没有这个信仰的人或者是有其他信仰的人呢 啊 他虽然不一定发菩提心 但是呢 慈悲心啊 慈悲心 这是我们的菩师价值 所以所以全人类啊 大家都觉得好啊 那这样子呢 他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来啊 这个训练啊 但是这个训练的方法呢 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佛教 来自于大乘佛教啊 这样子 啊 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慈悲禅啊 那慈悲禅 首先我们就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慈 什么叫做悲啊 慈悲心 而慈悲心啊 大慈大悲和慈悲心也有一点点这个区别啊 为什么我们打成佛教 为什么很多的名词啊 上面架啊 一个打这个子啊 大慈大悲啊 这样子就像我们比如说密宗啊 金刚尘 金刚尘 他在很多地方都要架一个金刚 这两个子啊 这两个子金刚尘啊 金刚什么什么 金刚什么什么 很多很多都跟金刚有关系啊 大称呢 这跟这个达子啊 有关系 那这个达慈大悲跟慈悲的区别是什么 慈悲心跟菩提心的区别是什么 慈和悲的区别是什么 这些都有不一样的定义 首先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秀大悲行啊 那达慈和大悲 首先什么叫做慈 什么叫做悲呢 比如说我们啊 看到一个一个病人啊 他痛得特别特别的这个厉害啊 他痛得特别厉害 特别特别的可怜啊 这样子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看到某一个啊 某一个动物啊 动物就像我们的惨拙伤 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这个小动物啊 他们都是生命 他们也都是很玄活的生命啊 都是玄活的生命 他们都在我们的这个餐桌上在这个成长啊 那这个时候就是位置这个餐桌的这些人呢 啊 大家都开玩笑 大家都就就小着啊 就看这些人名 那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啊感觉 没有任何感觉 嗯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有扑这个慈悲心的话 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当他看到某一个啊 这样子的生命的时候 不管他是什么生命啊 就看到一个手哭的这个生命的时候呢 然后他特别的啊 心里特别的难受啊 特别的难受 嗯 然后不仅仅是难受啊 这个难受是不是慈悲心 不是 这个难受不是慈悲心啊 难受我们有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同情性啊 难受是我们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啊 一个一个一个人或者动物啊 受苦的时候 首先特别的难受啊 然后第二个啊 除了难受以外 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发自内心的啊 希望这个终生啊 这个终生能够当下就能够摆着 拜托这个痛苦啊 这痛苦啊 发自内心的希望他拜托这个痛苦啊 这个想法有很强很强 那叫做大悲心啊 然后不是很强 但是有这个心叫做悲心啊 叫做悲心 就是根据他的神度来讲啊 这是神度 然后根据他的光度来讲 比如说我们对一部分的终生 对一部分的这个生命啊 就是有这种想法 当我们看到他们受苦的时候呢 我们特别的 首先是特别的难受 然后呢 我们不仅仅是一个难受啊 然后特别的希望他们啊 能够啊 能够离开啊 能够离开这些痛苦啊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叫做悲心 如果这个时候的这个群体啊 在在扩大 比如说全世界的人啊 全世界的所有的终生 甚至是这个天下的所有所有的终生啊 无数的终生 无变的终生 对这些终生啊 凡是凡是众生啊 都有不同层次的这个痛苦啊 那么凡是有痛苦的终生 我们都希望他们远离啊 这个痛苦 远离痛苦 有这样子的心 而且这个也不是将给别人听啊 做给别人看 而是我自己的内受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感受啊 实实在在的感受 这个我不是讲给别人听 而不是做给别人看啊 是我自己的相放啊 是我自己内心当中 确实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相放 那这就叫做大悲心啊 因为我们前面站的是一个对少部分的人啊 少部分的生命 那叫做悲心 还不叫大悲心啊 后面我们不会讲啊 这个答这个子啊 如果是对所有的终生啊 对天下所有终生啊 这样子 这就是叫做大悲心 他不仅仅是悲心 是大悲心啊 我们啊 就是如果我们不学习的话 就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啊 我们就麻木了 我们看的太多太多了 这个新闻报纸什么里面 每天都看到啊 就在那里死了很多很多人 就是因为文艺自然灾害战争 太多太多 然后呢 看的多了以后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有一点点害怕 那害怕就有一点手刺激啊 后来慢慢的呢 也不害怕了 就是习以为常啊 就是觉得很正常 这个有的啊 那这样子以后 最后我们看到了很多人死了 很多人病了 很多人这个啊 受苦了啊 最后我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感觉 最后落到自己的头上的时候 才会有感受啊 还没有落到自己头上 我们任何什么样的想法都没有麻木 这个是最最最可怕的啊 这个是最可怕 所以我们啊 都有这样子的啊 我们有可能大家都会走向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阶段 这个有可能的 那所以呢 我们啊 就是为了预防啊 为了预防自己不要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冷血动物 不要变成那么的这个冷魔 啊 所以我们还是要就秀一点点这个慈悲心啊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这个心啊 就 心啊 就比较软啊 要稍微软一点 意思就是说 心的阴和软啊 把我们的心变成了啊 就像井岗一样 石头一样 这么阴 意思就是说 我们听到了很多人的受苦了 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啊 呃这个很多人呃看到了很多很多动人的啊 故事 我们也不敢懂 然后呢 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残忍的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也呃没有这个慈悲心啊 这样子的时候呢 一个人的心啊 就是变成了一一一块转头 一块石头啊 这样子啊 人心就变成了啊 这个砖头石头这样没有什么翻阴的啊 这样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有慈悲心的话 那我们看到这个啊 感动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很感动 也会流泪啊 然后也就听到了 或者是看到了一些人的啊 受苦的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呢 啊 我们也会难受同心 或者是这个有悲心啊 然后很多时候也就是在生理上的翻阴 啊 流泪啊 这样子也会有的 这个时候呢 人的这个心啊 比如说我们刚才我们讲的这种人的心 就是比如说野体在灵侠灵侠的时候呢 啊 齐温在灵侠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个骨体啊 然后现在我们修菩提心的时候呢 然后就把这个像骨体一样的病啊 一块饼开始慢慢的融化啊 它就开始变成了啊 野体一样 我们的这个像石头像砖头一样的 这个麻木的这个心啊 开始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啊 懂得感恩啊 懂得这个去懂得懂得感受美好的东西啊 懂得感动啊 懂得感恩啊 懂得这个慈悲啊 人的心就会慢慢就会变成这样子啊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舍回第一个 无语横流 大家的这个价值体系当中啊 头等大事啊 这是无止第一个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是接受了现代教育以后呢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学的都是什么呢 啊 我要去竞争啊 我要去这个要奋斗 我要成功等等等等 一切都是为我啊 一切都是为我 为了我自己的成功 为了我的这个啊 这些为了我自己的这些成功啊 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可以可以做不择手段啊 这样子以后呢 把我们我们人就是至堪中物质 其他再美好的东西啊 都不认为是美好的啊 然后呢 最后就是被训练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那特别特别的物质化 特别特别的知识 人就变成了这样子啊 那么在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的地球的资源本来就是有限啊 它本来就是有限 它不是无限啊 那么最后呢 就是为了争夺这个地球的资源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自己啊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源啊 很多的资源 然后就是为了这个资源啊 最后就是会发生啊 很多很多非常非常不愉快的这个事情啊 最后地球也灰掉了 我们人类自己也灰掉 有可能把我们所有的文明啊 也就变成了灵啊 这样子 所以现代这个社会是最最最需要这个慈悲性的时候了啊 整体全球的范围来讲 或者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家庭来讲 也需要有这个相互的这个关爱 我们很多很多现在的老年人啊 老年人实际就是我们的父母 他们感受不到啊 他们感受不到这个儿女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温暖啊 虽然就是住在一个城市里面啊 虽然住在一个城市里面啊 但是呢 意念到头也不去看望以此啊 父母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普遍啊 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呢 也就是嘴多也就是啊 谢一个祝福的咖篇送给老人啊 很多人都住在养老园里面的 他们特别特别的开心啊 就是仅此而已 然后我们也不会去啊 关爱父母 那父母都不关爱 那我们关爱什么呢 根本其他的都是 其他的都是虚假的啊 其他的我们的什么爱心啊 什么什么什么 根本就是一个表面的文章而已 这完全是就是表面是慈悲 实际上他想的目的根本不是 连父母我们啊 都不懂得真正的去关爱的话 那我们会关爱谁呢 凭什么去父母不关爱 为什么凭什么去关爱一个其他的人呢 当然是假的啊 所以在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的啊 每一个人都会老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样子的甩老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呢啊 然后就得不到这个社会的关爱 尤其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家庭啊 的这个成员 尤其是这个儿女的关爱啊 他得不到这样子的时候呢 啊 老很多很多的老年人在衣食心足这个方面呢 他本身就没有太物质方面呢 他本身就是没有太多的这个要求 再有再多的这个丰富的物质财富 他的感官已经率介了很多很多的功能 他在物质当中是感觉不到 不到这个心腹的 在完年的时候呢 每个人的这个心腹就是来自于精神上啊 精神上我们有人去关爱他 有人去关心他 这样子以后呢 他就是在内心当中啊 他有安全感 然后就是感觉到温暖 这样子以后呢 他身体虽然不舒服啊 这样子 但是呢 他的这种内在的这种满足啊 内在的这种心腹感 安全感 完全可以压直啊 这个身体各方面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不舒服啊 年纪大了以后身体身体这里不舒服 那里不舒服 这个很难眠啊 这个很难眠 那这个时候身体啊 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健康 所以得不到这个减来自于健康的啊 幸福啊 然后呢 年轻的时候吃喝玩了 也可以给他带来啊 某种程度上的这个快乐和幸福啊 但是年纪大了以后呢 这个感官的功能率退了以后呢 这个物质再去吃鸡也好 吃鸡躲了以后呢 不但是给他带来幸福和快乐 反而就会更加的啊 惨心惨 所以物质不给他带来啊 我们一辈子去抓了很多很多的钱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最需要的时候 他们不会给我们带来啊 这个幸福感和安全感 所以这个时候呢 唯一能够带来 让他感觉到幸福 让他感觉到啊 这个快乐 让他感觉到安全的这些东西 就是他的精神上的东西了 精神上有了这些东西以后呢 啊 精神的精神上的心腹 他不依赖这个肝管的 他不依赖外面的实体物质的 所以他可以有有心腹感啊 年纪虽然大了 但是呢 他充满了这个心腹感啊 有了这个心腹感以后 我们刚才讲 他虽然是啊 身体不舒服 但是呢 这个内在的这种心腹感 他可以完全可以控制 在在在很大的程度上 可以压制啊 身体的这个这个不舒服啊 这样子 但是现在没有啊 这些没有这些东西以后呢 大家看看 洗房啊 这个有这些自杀的人当中 有50%左右是老年人啊 尤其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 去自杀的很多啊 有些老年人就是在家里死了 三年以后才发现啊 三年以后才发现啊 等等这样子的社会啊 这样子的社会 从物质的角度 还有我们很多很多的角度 当然从现代文明的很多角度 叫我们可以说是发展在发展 但是从另外一个 从人心的角度来 这样在在在甩腿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慈悲心 来弥补现代文明的这些 瘸动啊 必须要慈悲心 必须要传统的佛教的这些思想 用这些东西来弥补啊 现代文明的这些缺陷啊 现代文明不是没有缺陷 有很多很多的缺陷 如果这些东西没有了以后呢 我们的技术 比如说科学的技术 他可以创造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医奇 很多很多的这个 东西 让我们的生活 更加的方便 但是呢 他创造出来的这些东西啊 怎么样去用 这个技术是没有办法告诉我们 变成了这个砖头 石头 冰块 这样子的时候呢 他一定会把这些高科技的东西 用来 争夺这些资源 为了这些 我也这么想 你也这么想 他也这么想 最后啊 最后是什么结果 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需要这个啊 慈悲心 我们一个家庭也需要慈悲心啊 需要慈悲心啊 然后呢 呃 整个社会也需要慈悲心 全人类也需要慈悲心啊 所以这个是叫做慈悲禅啊 慈悲禅 不管你信佛 不信佛 有信仰没有信仰都没关系 但是不能没有这一点啊 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那比如说 再过啊 两百年前啊 西方公业 革命没有发生之前 两百七八十年前 或者更早的时候呢 人啊 人心 有没有烦恼 当然是有我们的所有烦恼 自古以来都是有的 是咸甜的 都有的 但是他们的手里 没有那么多的工具 啊 没有那么多的工具 所以他去破坏什么东西 他的理度也没有那么的大啊 然后他要做什么好的事情 他的好的事情的这个 做的程度也达不到 现在这样子啊 现在我们拥有了这些工具 以后啊 如果忍心坏了 那么啊 没有什么好的前途啊 所以呢 那慈悲心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这个慈悲心啊 正好是在这个佛教里面啊 不单是有他的理论 而且有很多很多的他的 训练的具体的 具体的方式 具体的方式 尤其是我们大乘佛教 那佛教里面呢 有太多太多的这种训练的方式啊 特别的多 所以我们啊 自己要拥啊 要要要要推广给别人 这个都需要的啊 不单是我们的社会和家庭 我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讲啊 个人的角度来讲 没有慈悲啊 没有慈悲 不动的关心别人啊 然后特别特别的自私啊 这样子的人啊 这样子的人 那么他一般不会有什么啊 心腹可言啊 没有什么心腹可言 有可能他非常非常有才华啊 有可能他有很高很高的这个文凭啊 学为啊 有有可能他有很高的这个社会的地位啊 但是呢 美行啊 多数都是黑暗的啊 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找祥 为了自己啊 可以 他的价值观当中 为了自己啊 可以 不管心啊 不去啊 不去 不去管住别人的感受啊 这样子以后呢 他自己的内心 也是啊 也是很痛苦的 也是很痛苦 所以 我们这个慈悲性 不管是啊 社会 不管是家庭 不管是个人的生活啊 都需要这个慈悲性啊 只要我们有了这个慈悲性以后呢 然后我们真正的从哪一天开始 我们会感受到 感受到啊 这个幸福 快乐啊 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啊 我们可以试一试 如果你觉得啊 可以说的对 那就可以继续往前走 如果觉得不对啊 可以放弃 随时都可以放弃 嗯 这个慈悲心啊 慈悲心或者是利他的心 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幸福感 是永恒的 永恒的啊 其他的 比如说给我们的民生 财福 婚姻 甘情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给我们的 给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幸福感和快乐感啊 以时之以时当中 有有可以 这些东西也可以给我们带来 带来这个幸福感啊 但是他们随时都会 会有变化啊 他们随时都有根本本质上的啊 这个动摇 变化 那么随着他们的变化 然后我们的幸福感有很大很大的变化 一下子就是归零啊 把这时候就很痛苦的 但是我们立他的这个心 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幸福啊 这个幸福他是永恒的啊 他是永恒的啊 他不会有变化 他随时随地 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他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感 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啊 所以 实际上啊 我们认为啊 我们是给其他人修菩提心 实际上我们认为啊 给其他人修慈悲心 我们认为我们是对其他人啊 辅助啊 实际上真正的守仪者啊 守仪者不是他们 而是我们自己啊 而是我们自己 他比如说我们 诚心事意去帮助某一个人啊 然后这个人从我的帮助当中 获得的收益放在一边啊 然后我在我诚心事意的帮助他 我帮助他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得到的这个收益生活 放在一边啊 然后看这两个哪一个收益更大啊 绝对是我得到的收益是最大 而不是他得到最大啊 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到 我们认为啊 我是我是给他扶贫啊 我是给他怎么怎么样 我帮他 我在帮他啊 我是帮我 我在帮他啊 他是接受我的帮助 那当然他是守仪者啊 我在利他啊 我利谁呢 我就是利他啊 不是利我啊 实际佛要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上没有胆格的利他 利他就是利己 所以佛教将利啊 所以佛教 佛教平时都讲自利利他啊 自利利他啊 利他就是资利啊 除了利他没有更好的资利啊 除了没有利利没有这个利他啊 以外更好的资利 所有的资利实际上就是资害啊 实际上在害自己啊 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绝对的这个字啊 绝对的自利的话 那这个绝对是利他啊 如果这个利他不是自利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没有利他 我们人为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利己啊 利己实际上不是利己啊 实际上就是在害自己啊 为什么呢 我们为了利益自己啊 我们为了利己然后就做啊 很多很多啊 这个害别人的事情 实际上这个都在都自己就是受害者 还有还有一个我们不懂因果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在啊 我们去做某一件事情是对别人有害的啊 表面上看我们啊 在害别人啊 他是受害者啊 他是受害者啊 但是实际上我自己就是受害者啊 我害他的时候啊 他得到他这个啊 他我给他创造的这个伤害 和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自己得到的这个伤害 损坏两个放在一起 一看啊 原来我自己伤害自己的这个 就比他的还要严重的多啊 但是我们永远都不会看事情的两个面啊 我们永远都看单方面的啊 单方面 就是之所以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个啊 反复就是树木存光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啊 之所以我们只会看事情的单面啊 所以我们从来都不成功啊 所以我们的所有事情 他都有很大的这个负面的作用啊 这是这是这样子的原因啊 所以真正的 离极 就是从我们投入到利他的那一天开始 我开始离极了啊 我开始离我自己了啊 所以啊 我们秀这个慈悲心 之前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慈悲心的价值啊 慈悲心的价值慈悲心 他不单单是一个利他 而是最好的这个利己啊 最好的利己 所以自利利他啊 自利利他佛教永远都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讲啊 自利利他意思就是说利他就是自利啊 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 如果我们给别人讲啊 我们要我们要这个关心别人啊 我们要这个给他 我们要希望让他们啊 离开痛苦 希望他们得到幸福 我们要绣啊 给大家绣 离枯得了很多人说 凭什么呢 我凭什么要这个要去这么想呢 我还我自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我凭什么还要去想别人的事情呢 这个错了啊 这个是很大的错误 为什么我还没有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呢 因为我们不懂得解决别人的问题 所以我自己的解决问题解决不了 不懂得解决别人的 解决问题的这种人 他永远都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这句话啊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特别有道理的 我自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我怎么去要关心别人呢 我自己的这个 我自己都还没有离枯得了 我凭什么还要去想别人离枯得了呢 表面上看特别有逻辑 特别有逻辑 对啊 我自己都没有离枯得了 我怎么让别人离枯得了呢 特别有逻辑 实际上根本没有逻辑 实际上就是 一直都这么想的人 他永远都不会离自己离枯得了 为什么呢 他不懂得别人离枯得了 所以他 他自己永远都不可能离枯得了 这个就是一个营果 他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 但是这个自然的规律 唯一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发现了这个自然的规律 自然的规律 我们一直都认为 这样我自己 为了我自己 我会成功的 我会怎么怎么样 我们会想 如果我经常去 这个投入到利他的这个工作当中 我不去做利极 那这样子 我肯定不会成功 我们的管理是这样子 然后大乘佛教 释迦牟尼佛 他就倒过来讲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什么时候你开始理他 从哪一个瞬间 你就开始理极了 开始理自己了 自理了 这也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我们必须要 懂这个自然的规律 必须一定要懂这个自然规律 然后有一个入行轮 里面它具了一个离子 它具了一个离子 如果你不相信 你就看看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他从来都是没有考虑自己 他是离他 但是他是要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 但是真正成佛的人呢 最后还是佛自己 他自己成佛了 而成佛的不是我们 是他自己 他自己成佛了 为什么呢 他向别人成佛 最后就是他自己成佛了 那我们呢 我们就是永远都觉得 应该我自己幸福 但是我们永远都得不到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幸福 所以我们 我们的要求永远都不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也不是说 我们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 我们把我们把全部的自己的都放下去 投入这个当中 这个当然是很好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去接受 所以我们适当的去训练 训练我们从现在开始 就是接受这个训练 这个训练 慈悲性的训练 那这样子一步一步 总有一天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一定会成功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会发现 这个时候我们绝对会发现 我真正的生命的价值 原来就在这个里面 我在这个工作当中 我真的找到了我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我们一定会这样子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充实 生活很充实 一点都不觉得这个空虚 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减苦的环境 非常恶劣的这个环境当中 然后我们也充满幸福感 为什么呢 这个恶劣的环境 给我早晨的痛苦 所谓的痛苦 只不过就是一个 我柔梯上的一个 稍微有点不适应而已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利他 没有慈悲心的人 比如说让他到一个比较 艰苦的地方去生活 那这样子以后呢 实际上他的这个柔梯 所干出的这个痛苦 他的心里就把这个痛苦就放大了几百倍 几千倍来守这个痛苦 这样子 然后有慈悲心的人 他发现这个环境下 他可以做更多的利益 利益的事情 利益的事情 那么他发现他可以做更多的利益的事情的时候呢 他就感觉到他的生命有更多的价值 他的生命 他的人在一个环境 这个生活减苦的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的这个生存 他认为他在这个减苦的环境当中 他认为他在这个恶劣的这个条件下 他的生命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 他的发挥 他的生命就更有价值 发现了这个时候呢 他有更大的这个满足感 更大的满足感 这个满足感 这种给他带来很大很大的心腹感 然后这个心腹感 最后把他的肉体上 所感觉到的这些痛苦啊 全部可以控制 道理都是这样子 但是呢 实际的操作 我们还是要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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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来 首先在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环境当中 然后呢 我们便便看收集 便喝咖啡 然后就便听音乐 然后就打坐 慢慢慢慢就可以有这个能力 这是首先我们要了解 为什么啊 如果这个我们如果多 如果不多讲一点的话 我们一定会说 凭什么我要去为别人服务呢 凭什么呢 凭什么我要去 像这个其他人利苦的了呢 我自己都没有利苦的 我们一定会这么想 我们现在很多人也讲 我们 我们人类自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我们还有时间去想动物的事情吗 我们还有 我们自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我怎么还可以去考虑这个动物的事情呢 其实这句话也是一样 表面上看起来特别有逻辑的样子 但是实际上不是 如果我们动物啊 整体上将我们全人类来说 它是弱势群体 然后呢 我们不动的关心 不动的关心弱势群体 不了解弱势群体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 然后你的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的 永远解决不了 永远都没有人来解决你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道理 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 所以这些话看起来有道理 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 不但是没有道理 这个给很多人带来很多的误解 也不是这样子 真正的人的心腹 来自于两方面 一个是这个物质 另外一个就是精神 然后科学家现在也已经发现了 来自于物质的这个心腹肝 只有10%到15% 只有10%到15% 那么另外的百分之 就是到85%的心腹 那来自于什么呢 就不是来自于物质 这是来自于其他方面的 所以我们就不要以为 除了物质以外 什么都没有价值 什么都没有用 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价值观 非常不成熟的价值观 这个我觉得 这种价值观 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 产生的呢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的产物呢 这是我们 当我们吃不饱 穿不暖的时候的形态 在这样子的条件下 产生的思想 这个就是在一个这样子的条件下 产生的价值观 那这个时候 人会这样子想 可以理解 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永远都这么认为 那不对啊 那这样子我们永远都 我们的价值观 没办法成熟 不要永远都停留在这里 所以我们要训练 这个慈悲心 原因就是这样子 好 接下来我们讲 这个慈悲心的 这个具体的 训练的方式 慈悲心的训练 这个慈悲禅的训练的方式 首先我们有两个方面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 佛教的这个轮回 轮回的这种观念 我们今天当然 我们大家都是佛教徒 当然是可以接受了 但是如果其他人 那也不一定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 这个观念的话 这个观念的话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 有一个比较容易的方法 首先叫做知母 然后就是连恩 最后就是保恩 这三个步骤 这三个步骤 首先我们 比如说我们首先 就针对一个人 一个陌生人 陌生人 这个陌生人 从我现实的角度来讲 他对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这就是一个陌生人 但是呢 如果再往前 应该再往后 比如说一百年前 两百年前 或者是五十年前 他是我的什么呢 他有可能是我的母亲 他有可能是我的母亲 这个是 这个绝对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人 我们人特别的愚昧 愚昧没问题 但是我们特别特别的 不仅仅是愚昧 还有特别的自以为蛇 特别自以为蛇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前几天也讲过 我们看到的这个地球 我们看到前面看十公里 后面看十公里 其他的看不到 但我们看到的这个十公里 我们看到 它不是一个公形的 不是一个球形 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平面 所以人类这么长时间 他们的定义就是说 这个世界就是平面的 为什么呢 他自己看到十公里 就这样子下说 前面看十公里 后面看十公里 然后他说整个宇宙 整个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 同样的我们会说 我们往前看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二十岁三十岁 比如说是一个五十岁的人 是一个六十岁的人 那他可以看到六十 他可以看到六十年的这个人生的经验 再往后看的话 那也许还有十多年或者二十年 他可以看到这么一点 其他的往前他看不到 往后他看不到 但是他瞎说 然后说 生命就是这一点 除了这个意外 前面没有 后面也没有 就只有这一点 这种说法 跟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地球的 这个世界的这种定义 宇宙世界的这种定义 完全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过去的人说 因为我们人在这个地球上 然后我们每一天都看到 太阳在转我们 然后就怎么说呢 人类就是说 我们 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每天晚上 每天都可以看得到 这所有的星星都在为我转 为我们的转动 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 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到 谁没有看到 不是谁在转我们 而是我们在转他们 但是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自以为是 我们认为 这个就是宇宙的中心 我们人类 全人类在历史上翻了 人类历史上翻了太多 太多太多的这些错误 这些错误呢 很多很多的错误 是已经这个科学告诉我们了 告诉我 给我们知错 这是你的错误 还有很多很多的佛教告诉我们 这个是我 这是错误 但是我们还是 我们还是 很多人还是不想接受 不想接受 这样子 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接受的话 那我们可以想 我们的生命也不仅仅是这一点 就我们比如说 我们昨天也讲过 我们看到的这个物质里面呢 我们即使是这个宇宙当中的 所有的这些物质 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物质 全加起来 也不到整个物质的4%呀 4%啊 其他的96%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 但是我们会讲 就是我们 物质就是我们就看到的这些 除了这些以外 没有物质 我们也会这样讲 我们太自以为死 我们的眼睛看到的 我们认为这个完全是真理 错误就在这里 只是我们全世界 历史上就是这样子 我们过度的去相信了 这个 感官 然后感官传递的这些错误的信息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懂啊 然后就说这个 那个很多很多 其实这些很多道理 很多都我们一个一个就已经发现了 其实我们犯了错误了 那这个轮回也是这样子 轮回也是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像某一个陌生人 他有可能50年前是我的母亲 100年前有可能是我的母亲 从佛教的观点来讲 这个是什么年代 什么时候我们不确定 但是这些所有人绝对曾经做过我的母亲 这样子就叫做至母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 比如说我们的父亲母亲 驱逝了以后 他就会偷生到一个流浪狗 流浪毛 然后我们大街的时候 就像前几天的这么寒冷的时候 我们在大街上 我们看到了这个流浪狗 流浪毛 我们知道是他 是我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去世的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 我们知道吗 不知道 根本就不知道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我们未来我们也不知道 过去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实际上这些都是 都是这叫做因果 就像我们物理学将物质不灭 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朵花 花它五天一个星期以后 它会不存在的 但是这个构成这个花的这些物质的成分 这些原子粉质 它不会不存在 它有可能组成另外一个织物 或者另外一个物质 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这张桌子的这些所有的分子 当这个桌子没有了以后 或者是这束花 构成这束花的物质 它没有了以后 有可能两个月以后 它就以另外一种植物的形式 另外一种植物的形式 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另外一种植物 另外一种蔬菜 有可能它变成一个水果 被我们吃了 有可能变成一个蔬菜 被我们吃了 有可能 但是现在它是花 两个月以后 它就是一个水果 一个蔬菜 但是我们认为这两个 完全是两个物质 但不是 它就是心事不一样 它的构成的成分 就是一个 这叫做物质不灭 真正的不灭 就是生命不灭 生命不灭 我显摘的生命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身份 出现在这个地方 然后过一段世界以后 它不是 它就是以另外一个身份 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认为 前面的人死了 后面又诞生了一个 其实不是过去的 这个人的真正的 他的内在的 他的成分 没有变 变的是什么 是他的外面的这个 形式 外面的形式 变了 现在是一个花的形式 几个月之前 就是一个水果 一个蔬菜的形式 那我们生命也是这样 生命也是这样子 所以真正的不变的 就是生命不变 生命才是不变的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花的这个物质 是怎么变的 我们也不知道 物理学家 后来发现了 如果他们不说的话 我们一般人知道吗 根本不知道的 生命就是更加的 熬迷 我们大家都不清楚 佛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 所有众生 曾经做过我的母亲 叫做志母 然后第二个 然后就是念恩 念恩 就是说我们去回忆 去回忆母亲 对我们的这些 这种恩等 我们把孝师 孝师侯的这些 母亲对我怎么怎么好 母亲对养育我的 这个过程 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从坏胎到最后最后 就我成了长大 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 母亲给我们付出了 多少多少多少 这个全部全部 大家去了解一下 那我们前两年 在望路上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一个文章 叫做 伟大的黄烟 看见过吗 看见过的鞠个兽 为提目是 伟大的黄烟 黄烟就是撒谎啊 很少很少很少 只有几个人 伟大的黄烟 就是说 母亲小的时候 就是很多很多的家庭 都是比较贫困的 就是至少我们现在 这个年龄的人 都是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母亲 就是我们一家人的 这个食物里面呢 稍微有一点点营养的 比如说像肉啊之类的 然后呢 就母亲她舍不得吃 然后就给她的儿女吃 然后小孩子她不懂事 然后问母亲 怎么你不吃呢 母亲就说 我不喜欢吃 我不喜欢吃鸡 我不喜欢吃鸭 我不喜欢吃肉 实际上不可能不喜欢吃 特别喜欢吃的 但是呢 就是因为她舍不得 舍不得 但她不会说 我舍不得吃 所以我给你吃啊 她不会怎么说 她说 我不喜欢吃 我不喜欢吃 然后整个的这个 这个过程当中 都是这样子 很多很多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 她母亲 就是晚上 就给小孩 这个风 不衣服 不衣服 然后呢 母亲告诉小孩 照一点休息 照一点水 然后呢 小孩子们就问母亲 就你怎么不睡呢 她说我不想睡 其实不是她不想睡啊 她每一天干了很多很多的活 怎么不想睡 很想睡 很捆 但是呢 她晚上还要给小孩 这个做衣服 她就是没有时间睡 但是呢 她不会说 没有时间 她说我不想睡 然后最后 还有很多很多这类的 你们到往上去搜一下 没有看过的人 最后的时候 就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马上就要死的时候 然后儿女们都来看 看她母亲 这个疼的疼 她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伟大的谎言 是什么呢 她当然是很痛的 很痛苦的 但是如果她说 她如果她说 她害怕这个 耳女都会比较伤心 所以她说 她说 不疼 马不疼 马不吃 马不喜欢吃 等等 我觉得这个文章 是一定要砍的 一定要砍的 其实 田下的所有的一个人 一个动物 包括一个动物 曾经 他们一定会给我们 就是将过这样子的 伟大的谎言 但是我们今天 忘掉了 忘掉了 这一个是绝对是这样子 这个完全是可以大堵的 所有任何一个 我们大街上的任何一个人 曾经对我们是这样子的 一定是的 但是这个是什么时候 什么年代 我们说不清楚 但是绝对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大家都忘掉了 所有都忘掉了 所以他们所有的 对我们的恩情 我们全部忘掉了 忘掉了 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 就像我们现在的 这个母亲 就我们刚才讲的 驱逝了以后 她很快就会投审的 投审的时候 一般如果她没有造 很严重的罪的话 那不会一下子就躲地狱 一般她会回来 回来的时候 因为她的愚望 她不会不太容易到 其他的星球 多半都是还是在这个本土 如果有机会做人 她就是在投身到本土当中 做一个人 没有这个机会的话 在这个地方 就是投身一个动物 一个动物 一个流浪猫 一只流浪狗 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很愚昧的 我们看到的永远都是一个 非常非常下宅的东西 这个下宅的东西 以外的东西 我们永远看不到 看不到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自以为是 我看到的才是真理 我们以为我可能能够看到真理 所以我们也不会去想更多的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对陌生人 是很冷淡的 不会有什么 不会有什么慈悲性 如果有人说 我们对陌生人要发慈悲性 立即是说凭什么 为什么 会问这样子的问题 那么佛教就讲 为什么 就是曾经是 她是我们的母亲 就是这个原因 那母亲 这个这一世 这一世当中 怎么洋于我们的 这些实际的这些 这些事情 一个一个的去回忆 去想 这是 这叫做这个 之母 这叫做年恩 去回忆 母亲对我们的恩德 然后第三 这是保恩 保恩 保恩就是报答这个恩 那么 这些众生 对我们 有恩德的话 那我们现在应该是 要 要 保恩 要保恩 那怎么样 保恩呢 报答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呢 然后 如果我们发菩提心的话 那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发菩提心 因为 没有办法 其他更好的方法 那我一定要 先成佛 成了佛以后呢 我回来 我再来保恩 我再来 我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我 虽然 虽然 我虽然 对每一个人 对每一个生命 我欠的很多很多 我欠了很多 但是没有 没有 没有关系 我很快就 我要去成佛 成了佛以后 我回来 再 再保这个恩 那这个 就是 感恩和保恩 这就是要这样子训练 这是一个训练的方法 是比较好的方法 另外一个训练的方法 我们前几天也就 讲过其他地方 我们平时也在讲 比如说 我们不冲这个 前世后世的角度去思考 那从什么角度去看呢 我们同样 我们所有的人 都是人 或者是我们所有的生命 都是一条神明 从一个生命的角度去思考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任何一个生命 我们一定会拒绝 所有所有的痛苦 我也是 他也是 所有人也是 是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所有的人 所有的生命 我们一定会追求 所有的幸福 我们非常地希望 自己拥有这些幸福 不仅仅是很大的幸福 哪怕是很小很小的幸福 快乐 我们都会希望拥有 然后不仅仅是打的痛苦 很小很小的痛苦 我们都会拒绝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 都是一样的 没有一个生命 不是例外的 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那为什么我 既然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为了我的这个幸福 可以给别人 为什么为了我的幸福 可以摧毁别人的幸福呢 为什么为了我的痛苦 为了我的 为了笑出我的痛苦 为什么可以增长别人的痛苦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是不需要前世后世 这样子讲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大家都是一样 这个叫做 佛教里面叫做生命平等 平等 我们都是平等的 大家都是一样的去追 幸福 大家都一样的去拒绝痛苦 既然大家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的话 那我 首先我不应该 为了我的幸福 去摧毁别人的幸福 为了我的 为了笑出我的痛苦 就增长别人的痛苦 这个是不合理的 不可疑的 任何情况下不可以 首先这样子 那从这个角度 我们下决心 从今以后 我坚决 不故意的去 上海 终胜 上海终胜 他得到的结伦 是这个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再往前 再往上 思考 那不仅仅是我不上海 比如说 我自己 因为我希望我 得到幸福 所以我 拼命的去 拼命的去工作 拼命的去赚钱 为什么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的 为了我自己的幸福 然后因为我不 因为我不想接受 不想面对幸福 因为我拒绝幸福 所以 我就付出很多很多的时间 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去避免这些痛苦 那么 我要这样子的话 别人也是这样子 所以 我不要仅仅是考虑自己 不要仅仅想自己 不要仅仅为了自己着想 我应该也就 也就适当的要 就为别人着想 为别人做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 我们的感受 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感受都是一样 比如说 有一天 逼我们的梯极 大十杯 或者是大一百杯的 这样子的人来 外星人 这些科幻小说当中 天天我们看到 各式各样的外星人 来侵略地球人 如果真的有一天 就是我们科幻小说 当中看到的一样 把我们就变成了 我们今天的 这个残桌上的 侠 鞋 鱼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 这些螃蟹 这样子 他们都变 我们都变成了 这个我们残桌 我们人类 就变成了我们 现在的残桌上的 这些动物 然后呢 他们这些外星人 就变成了我们 我们就是说 他们来 来扮演 我们的这个角色 我们去扮演 这些 这些 狭 这些小生命的 这个角色 这样子 换位思考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人类 会不会接受 我们会不会觉得 这个是合理的 我们会不会将这个合理 我们绝对会觉得 这个是完全不合理 那完全不合理的话 我们现在做的 就是不合理了 我们现在这个扮演的角色 就是一个像刚才讲的 这种地球人 外星人的这个角色 然后这些侠 邪 他们呢 就是扮演什么角色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角色当中的 人类的角色 所以我们不懂得思考 不懂得思考别人 或者是其他生命的 这个 这种 这种教育 实际上 这是我们前今天讲的 我们看了黑格敌国 黑格人物 这里面 他不是说 在我们的眼前 这个目的 他自己制造了一个假象 蒙蔽我们 让我们不看到 不能看到真相 实际上 这个也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的自私行 我们的自私和自私和我们的渔王 就制造了一个 一个 一个这个 假象来蒙蔽我们 让我们不要看到 让我们不让我们看到 看到这个真相 如果我们看到了 这个终生平等的 这个真相的话 那我们吃这些生命 我们还 还有这个心情吗 我们吃起来 这些 这些我们还认为好吃吗 根本就不可能 因为这个当中 有一个东西 他制造了一个这样子的 假象 蒙蔽我们了以后 然后我们吃起来 津津油闻 就是这样子 所以 佛教就把这些 假象的东西 剖掉 回掉 让我们把这些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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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该 真相的这些东西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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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摧毁 然后呢 摧毁了以后 让我们再去看一下 真理 真相 真相 这是终生平等 这就是真相 我们不愿意 接受痛苦 他们也不愿意 我们 我们追求幸福 他们也追求 平等的 这叫做真相 这叫做真相 但是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很多 很多的教育 我们的很多的 这些思想 还有我们的很多的 这些气急固拐的 这些相法 实际上 就是变成了一个 假相 把真 所有的真相 都折盖 不让我们去看 不让我们看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 海客人物里面 最后也不就讲了吗 他说 物质 就是幸福 物质 就是快乐 那我们不知道 这些终生的痛苦 我们很愚昧 我们物质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吃它们 我们能够感受到幸福 我们能够感受到快乐 如果我们没有那么物质 没有那么愚昧 那吃这些东西 我们会幸福吗 我们会觉得好吃吗 根本就不可能的 所以 没有这些以后呢 这些我们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把这些 我们自己的这种感受 不会复制到别人的身上 去砍的话 那这是最最最 人类不安全 我们的历史上 发生的这些 各种各样的 北局的源头 就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还不动得 秀这个慈悲心的话 这些北局 未来一定会 翻翻覆覆 翻翻覆覆的重演 一定会的 所以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 现在 就是需要的一个 这样子的 你不管相信 不相信 佛教都没关系的 但是 我们的这种 换位思考 降心 必行 这个是不能没有的 如果这个没有了 最后 现在 是 他们是 被吃的 我们是 去吃他们 为什么呢 我们有什么 资格去吃他们呢 那就是我们 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我们也没有什么 这个资格 但是我们有 实力 有实力 有实力 唯一就是我们 靠这个实力 去吃这些神明 那么 实力 我们意外 还有一天 如果 另外一个神明 外星人 这样 他们 没有权利 来吃我们 他们没有资格 来吃我们 但是如果他有实力 那他们来吃我们 我们认为这个合理吗 我们不认 我们不会觉得 我们不会觉得 这个合理 既然不合理 那我们现在做的 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 这些都是平等 没有这个平等 没有这种平等 管的话 那我们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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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安全 没有 没有一个安全的时候 所以 佛 在源头上 让我们 从内心当中 去考虑 这些问题 去修 这样子去思考 我们把这个 自己的 比如说 我们 我们非常希望 自己有心 拥有 幸福 但是 如果有一天 我的幸福 被 别人 摧毁了 摧毁的话 那我们是什么 感受 那他们 也是这样子的 感受 如果有一天 我 幸福的时候 别人 给我创造了 很大很大的痛苦 那如果 我现在去给别人 这样子 给其他生命 他们也是这样子的 感受 那这个是我们 一个非常显示 非常客观的 去思考 将心逼行 环伪思考 佛教里面 这叫做 自他相还 自己和他 相换思考 自他相换 这样子 这样子以后 然后 我们 就会发现 那我 别人 摧毁我的 幸福 安 这个快乐 我非常的不幸福 我非常痛苦 那 别人 也是这样子 如果 别人 给我带来 幸福 我特别 特别的 开心 那 其他生命 也是这样 所以 我希望 拥有 幸福 他们 也是一样 所以 我应该去给他们 创造一点 幸福 这种理论 任何一个时候 都是成立的 这个理论 不管是什么样的 文化背景下 不管是什么样的 这个信仰 什么样的种角 都是成立的 理论是成立的 但是理论成立 没有用的 这是如果我们 不去接受 这个理论的话 世界上有很多 很多的 真理 我们已经派在外面 他们不是因为 他不整理 他是整理 但我们不接受 真理 所以我们现在 去看真相 接受整理 然后接受了以后 我们再去做一个 适当的训练 这样子以后 我们总有一天 我们发自内心的希望 比如说 我希望我自己 离枯 一样 我同时也可以希望 别人离苦 其他的生命离苦 这个时候 我们的北心 已经训练好了 然后呢 我们希望我自己 拥有心腹 同样的 我也希望 别人或者其他的生命 拥有幸福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北心 已经 训练好了 培养好了 过程都是这样子 简单的讲 这样子 这个叫做 慈悲禅 这叫做慈悲禅 这是一个思维 全部都是一个 从头到尾 都是一个思维的过程 这个思维本身就是禅 然后有些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思维的过程当中 我们比较觉得比较累 比较疲倦 疲劳的时候呢 然后静下来 静下来 然后呢 所有的这些思维 全部听智 全部听智 也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 这个我们的意识的活动 全部让他们归零 归零 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 在思考 在工作 在告诉云 云佐的时候 让他一瞬间 毕竟停下来 停下来 在这个停下来的 这种状态当中 我们停留一下 感受一下 他的宁静 他的平静的状态 放松 在这个当中放松 这个叫做禅 也可以这样子接受 前面的叫做慈悲 这个部分叫做禅 所以叫做慈悲禅 也可以这样子 或者是说 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思维 这个思维的过程 它本身就是禅 所以叫做思维禅 也可以的 这就是 这个 我们今天 这样的这个思维 这个慈悲禅 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 我觉得 我今天这样的都是 不是 这个具体的方法 就是稍微少了一点 理由 讲的就是稍微多了一点 我觉得 我觉得理由很重要 就是因为很多 很多的真理 不是因为它不够真理 它就是真理 但是 因为我们不接受真理 不接受真理 为什么不接受真理呢 不是因为我们 不喜欢真理 因为有一个东西 在我们的眼前 创造了一个家乡 不让我们看真相 那这个是我们的语王 我们的愚眉 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理由这样做了一点 但是也讲了一个 简单的讲了 这个具体的方法 然后这个具体的方法呢 我希望 大家可以看 可以看这个望省 望如省 有这方面的这个 这个 时评可以看 会等之光的 往上 有很多的时评 这方面我讲了很多次了 还有很多其他赏识 其他的善知识 不管是这个 小称 他也有慈悲性的修法 大乘 整个大乘佛教都非常的强调 他们讲的这些具体的方法 我们都可以去学 都可以去 去听 那听完了以后呢 最关键的就是 我们必须要有一点点时间 去做 希望大家我们 比如说 至少 至少在一个星期里面的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甚至是二十分钟 这样子的时间了 一个星期才这样 这么一点点呢 也可以啊 这个宗碧还不修好 更好的呢 比如说我们 每隔一天 或者每隔两天 或者是每一天都有十分钟 十五分钟 这样子的时间当中 静下来 去思考一下 这样子的话 保证 很快 很快 我们就变成一个 懂得 关爱 我们身边的人 首先我们 从我们的身边的人 做起 首先我们 从我们的父母 从我们的家人 然后我们 从我们的同事 同学 做起 然后这个范围 慢慢慢慢慢慢的 这个扩大 如果我们对家人 对身边的人 态度都这么恶劣 然后我们说 我要对天下 所有的终生好 我就不对 身边的人好 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不少自己的房间 怎么会少天下呢 书华说的非常怼 首先要把自己的屋子 大扫干净 然后我们再说 我要去烧天下的 这个其他的地方 自己的屋子 自己的房间 都不搭扫 我说我要去 搭扫天下 这个不可能的 所以从身边的人 开始做 我们很多 包括我自己也在那样 我们很多人 取学按时 学佛 学了很长时间 但是我们对身边的人 态度特别的恶劣 特别的不好 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 就要 这个 实实在在的 去做 要改变自己的 这些 楼系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很多人也问 我的家人 反对我学佛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这么回答呢 就是说 家里的人 不要去给他 讲道理 就要让他 看见 你自己的 学佛的 这个 改变 变化 这样子以后呢 他们看到 你的脾气 越来越好 越来越懂得 关心家里的人 这样子以后呢 他还有理由 反对你学佛吗 没有的 他会反对吗 他不会反对的 他不管觉得 这个佛教的道理 是真还是家 他不管这个是真 和家 他一定会 至少他看到 反正对这个人 是有帮助的 从这个角度 他一定会接受的 所以 但是我们学了 十年八年 学了很多年 然后我们越来越傲慢 越来越基督 然后越来越这个 越来越 这个 冷淡 然后越来越 这个冷漠 然后越来越 脾气暴躁 这样子的话 很多人觉得 这个佛学了 没有用 所以我们 的方法 就是这样子 所以 希望大家 每一周 或者每隔几天 都秀一秀 这个慈悲心 但是 具体的修法 还要进一步的 去了解一下 然后再修 好 接下来我们 这个 时间 就 快 超过了 但是我们 要给大家 串一下 这个 佛子心 三十七 佛子心 因为这个 佛子心 它蚊子不多 但是呢 它就是一个 大乘佛教 菩提心 利他心的一个 精化 听到了 也有帮助 帮助 让我们 产生 菩提心 和慈悲心 最好 我们每天 念 怂的时候 念 但是我们 很多人 可能有 很多很多 科生 很多很多的 功课要做 这样子的话 可能也许 变成一种 压力 所以 也不要求 每天念 但是呢 只要有 时间的时候 去念 去看 去学 一定会有 很大的帮助 这个 佛子心 三十七寿 最后给大家 串一下 这个传承 这一步 如果您抵制, 如果您抵制, 您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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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抵制 您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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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妥 prech作者 经以后去请用姐夫的书拜祭的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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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他的这个是四五良心 修四五良心 很多的修法是一样的 但是南川佛教的呢 他的比较表准的这个修法是 首先修四禅八顶 然后呢 修到了这个四禅 四禅的时候呢 就在这个四禅的基础上 修这个慈悲西施 这样子效果很好的 主要是这个区别 其他的没有区别 他这边就是那天有问说 好像南川不能定中做官 他说这边进一步说明 因为定是要专注一个所缘境 那跟大乘的定中做官 是不是有不同的地方 还有吗 他说就是说修止是修止 修观是修观 不能幼止幼观 这样是不是就不能够达到 入定的标准 不能够达到入定的标准 不是这样子 这个可能是理解想 这个是他自己的理解想 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在这个修四禅的时候 他是心很平静 那这个时候他去修 慈悲心 慈悲心当然要去管的 管的 但是管 他也是一个很专注这个管 他专注在这个观 观察的这个境界 然后他的这个观察呢 不会去扰乱他的这个平静 所以这两个是可以结合的 可以结合这个禅 禅中可以去思维 没有问题的 因为思维他也是一个很专心的 当然另外还有一部分的禅 它是精进是修极致 那他这个这个这个极致 是不去思考任何其他的思维 他本来就是没有思维的 那那个呢 他是一个很专心的一个 是平静的禅 他没有他没有这个广场 那小乘佛教他也有两种 请问您说因为众生自私贪婪 不想修大乘小乘 而可以叫他修仁天秤 那如果仁天秤遇到了生老病死 种种苦时 仁天福报响尽 堕入三恶道受苦 完全没有解脱的机会怎么办 这个没有办法了 这个只能是这样子 如果他要走这条路的话 那这条路上本来就有生老病死 没有一个生老病死的仁天 天和人有生老病死 如果他大乘佛教也不修了 小乘佛教也不修了 因为仁天秤呢 有生老病死他也不修了 那没有别的卤了 就只有这样子 所以暂时本质上解决不了 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 但是呢还没有遇到 还没有生病的时候 还没有衰老的时候 还没有死亡的时候呢 他也可以吃喝玩了 所以也可以相守一些 您好 我是个精神病患者 要定时服药 请问像我这样 服药可以修行解脱吗 当然可以了 服药不影响解脱 不影响 但是呢 服药 这个对修行有没有影响 这个还是要看 具体的情况 服什么药 服到什么样的程度 要看这些 我想一般的 有些药 可能不是 对修行不是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他的修行呢 稍微修到有一点点的这个力量的话 那这些药有可能慢慢的可以减少 比如说抑郁针 抑郁针一开始 开始的时候啊 他还没有发展到晚起 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抑郁针完全不需要吃药 通过搭着 通过禅修 绝对是可以解决的 有很多很多人这样子 治好了 完全没问题 嗯 但是呃 因为后期的时候呢 因为他已经很严重了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打拙 不一定啊 因为打拙刚刚开始啊 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力量 所以冰已经有很大的力量 所以这个冰的力量 已经超过了餐丁 因为餐丁刚刚开始 冰已经得了很长时间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还是要吃药 吃药 通过药 把这个冰清控制下来 还是要吃药 吃药 通过药 不论扇子的把这个药放下 还是要一边一边还是要 要听医生 但是如果医生 很多的医生呢 他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给我们吃药 他有些医生不太呃 呃 不太这个关注这个禅修这一块啊 呃 这样子的话也也许不能完全停医生的 要看情况啊 逐渐的减少 然后呢 精进去修心 修心 稍微有一点力度的时候 那这个腰慢慢慢慢可以溅下来 呃 有这样子 呃 但是这个精神病 有很多精神病呢 刚才讲的 呃 不知道是什么精神病 看情况 反正可以说 这个对解脱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如何对憎恨的人 升起无畏的慈悲心 啊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方法 啊 首先我们对自己的现实的母亲 修慈悲心 那成功了以后呢 再对 陌生人 啊 把陌生人作为 修慈悲心的对象 来修啊 这个成功了以后呢 然后 就是我们平时比较讨厌的人 啊 把他作为 呃 修菩提心的对象 在他的这个身上 修慈悲心啊 这样子逐步逐步 就可以 最后我们平时比较憎恨的这个人 也在对他 最后也就可以修这个慈悲心 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和功夫 请问 如果已经养了很多流浪猫流浪狗 还想继续收养更多 而且喜欢跟动物玩 也很懂得动物习性 对于来世是不是有影响 意思就是是不是 来世的时候 他自己是不是变牛郎 狗狗猫猫啊 不会不会 这个绝对不会的 尊贵的堪忍不切 冷言经上说 如果一个人成佛 因为他用的是文言文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成佛 那么十方虚空 全部都消失了 这怎么解释 往昔到今天的佛菩萨 都已经成佛 为什么我们所处的 星球虚空还在 并没有消失 这个不仅仅是 冷言经 佛经和佛教的论 里面 揭示了很多很多很多了 比如说 他的意思就是 一个人成佛了以后 十方世界会消失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十个人 睡在一个房间 然后我们大家都做 同样的一个恶蒙 那其中一个人 首先从这个蒙里面 兴过来了 兴过来了 那么对他来说 他们蒙里面的十方 十节 全部消失了 他没有这些 这些 十节 完全消失了 就这个意思 佛成佛了以后 因为他断掉了 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无明 所以他再也看不到 这些无明 创造出来的这个 虚拟的世界 他再也看不到 所以佛 没有这些 十方的这些 虚拟的世界 消失了 然后呢 这个可以这样子揭示 但是同时另外一个问题来了 另外一个问题呢 那我们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啊 怎么可能十方世界消失了呢 然后我们就刚才生下来的一点点 比如说九个人他们还在做蒙 对这个九个人来讲 这个噩蒙还存在 没有消失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大多数的人 还没有成福 对我们而言 十方世界 仍然还在啊 因为我们还没有心 有一天我们心来的时候呢 对我们来讲 这个十方世界也不存在 就是这样子 谢谢您的开示 我终于看见希望 但是年纪是里奥的三倍以上 而且服过红色药丸 有名牌的 他服过红色的药丸 有名牌的红色药丸 也有他自己制造的红色药丸 嗯 他说不知道 是不是能够 具有资格 恳求您的红色药丸 然后一切从零开始 没有 这个不是我的红色药丸 你的红色药丸 释迦牟尼佛的红色药丸 已经有显成的 最后一个问题 尊贵的看人不切 如何修上师相应的诀窍 上师相应的诀窍 上师相应就是上师瑜伽的修法 它的前提的条件呢 就是要对上师要有特别 要有心心啊 我们很多人就认为密宗 特别特别的强调 对上师的心心 甚至有些人说这是个人崇拜 其实不是密宗啊 对上师的这个心心呢 所有的大乘佛教一样的强调 特别强调 你们可以看看华严经啊 里面讲的已经够清楚了 我们对上师有这个心心 越强啊 越大 那然后实际上我们自己得到的这个 这个菩提心 慈悲心 然后正无空心啊 这些这些得到的就是更多啊 更多 就像我们在一个学校里面啊 越是听老师的啊 嘴中这个学生他真的是 他的成绩也好 或者是他最后就是走一个比较好的路啊 越不听老师的 然后他虽然暂时他有好的成绩有可能 但是最终他不一定做的好啊 不一定他的前途不一定是好 学校里面很多时候也是这样 有这样子的情况 那我们学佛呢 更加的不一样啊 虽然这个佛法啊 不是上师他自己想出来的 他讲的也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 释迦牟尼佛的佛法 就像一个自来随的随库 随库 然后呢 从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自己的上师之间的 成千上万的这些上师 那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 这叫做藏传佛教里面叫做传承上师 这个传承上师呢 就像这个子来随的管道 子来随的管道 然后呢 到了我们这里 然后就是我们自己的根本上师 他就像子来随的这个水龙头 那么这三个当中呢 水窟也很重要 没有水窟拿来的水 然后水管管道也很重要 如果没有这个管道 就有一个龙头 这个这个水水窟这水怎么过来呢 也没有 但是对我们来说 用我们的收器可以操作的 不是水窟也不是水管 就是这个水龙头 所以这个水龙头 如果我们操作不好的话 那我们得不到水 那我们得不到水 所以 所以 献迷都是一样 对上师的这种信心 是特别特别的这个重要 所以他的 守上师瑜伽的 潮诀 就是 我们对上师的 行刑 这是 这是最重要 但是对上师的行刑 来自于什么呢 那我们必须要找到 合格的上师 我们也是人 我们也不可能 把所有好的不好的东西 都当成好的 这个我们做不到 所以 至少 至少我们 要找到一个 稍微比较好一点的 这个上师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自己努力 可以的 那有了这样子的信心 然后再去修上师瑜伽 那相应的最关键的诀窍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信心 那我们的信心 也不是对任何一个上师 说有信心就有信心 这肯定是假的 所以 他的诀窍 我们刚才讲 上师相应的诀窍是什么 行刑 那能够生起信心的诀窍 是什么呢 必须要找到 必须要找到 稍微比较表尊一点的上师 这个整个的大成佛教 讲得特别清楚 尤其是密法 他特别的强调 所以我们 要找到 要找到 打成的 比较表尊的 善知识 而佛经里面 也讲了很多很多的表尊 最后他说 这些都是最高表尊 但是我们在末法时代 要找到一个 这样子的 这个 表尊的上师 确实是很难 但是如果找不到的话 那其中有几个是必须要 必须要具备的 或者是大部分的这个 这个 他的表尊是必须要有的 如果 这个大部分的表尊都没有了 那我们怎么有信心呢 根本没办法信心 是这样子 所以这些都有一系列的问题 要从观察上师 开始做起 获得上师相应加持的内政艳象是什么 内政的艳象就是我们对上师特别有信心 然后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在梦中或者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自己随时随低都感受到感觉得到上师的这个加持在帮助我的这个帮助我的帮助我的帮助我或者是上师加持的存在 我们不能说这个上师的加持一定是一个这样子的心事或者那样子的心装 没有办法这样子讲 我们自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在生活当中 或者是念做梦的时候 我们自己会感觉得到到时候 我们一定知道这个就是上师加持 我们一定会感觉到的 今天的问题到这里结束 好 我们现在最后做回向 来说的 说我们的意烈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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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阿佛伴整个热巴马舍得呼 我们阿佛伴整个热巴马舍得呼 谢谢 谢谢